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首先我想声明 我一般来说很少涉及政治话题 因为我不想做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 涉及到一个中国 我是坚决反对台独 坚决反对港独 我就想先声明这个 昨天大陆中央政府突然宣布 从今天开始 昨天宣布今天就执行了 停止一切大陆自由行 到台湾的自由行 这是一个石破天津的新闻 我想会对台湾整个社会 造成一定的震荡 那么我相信大陆政府 还有后续的行动 大陆政府为什么这样 突然的提出这样的措施呢 我想跟最近港独反送中有非常大的关系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认为最近港独的运动 还有反送中运动 绝对是台湾的民进的后面 资金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有操作 另外某灯塔国后面肯定也有同样的操作 他们联合起来 想把香港把他们搞乱 把中国搞乱 肯定是这样的目的 我们看到 这里说了香港独立 香港不是中国 他这里 我们再看看 我是香港人 我不是中国人 中国是邻国 特别脑残的东西 那好吧 说到台湾独立 香港独立 我就想起了 最近几年在欧洲发生的两起 非常有代表性的独立 西方国家采取的双标 双重标准 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大家注意啊 一个是你们所谓的民主国家 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一个自治省 然后另一个就是科索沃 大家都知道科索沃是原来南联盟的一个联邦共和国 后来是通过西方大国的操作走向了独立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然后说到前南斯拉夫的战争 如果是中国人 那么你可能还记忆有心 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了 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这个被炸是某大国 某灯塔国术是用了过时的地图 你想想看 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大国 世界军事最强的国家 能够用过时的地图吗 好了 这是题外话 那我们来看看科索沃吧 至于科索沃为什么要 西方要把它独立出去 我就不再说那个内幕 因为我不是政治人士 我想肯定跟俄罗斯 还有跟西方阵营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它是地缘政治 在这里 这个科索沃 而且它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说的国家 其实我们中国大陆 还是不承认科索沃的 然后科索沃呢 跟阿尔巴尼亚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因为阿尔巴尼亚 相当于他的大哥哥一样 也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 好了 这是题外话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的报道 是怎么样的 它是在美国支持下独立 你看这里 作为科索沃从属的国家 塞维亚已经不能阻止 科索沃独立了 目前已经承认 科索沃独立的国家 地位的国家和地区 共有108个 越战世界 国家和地区人 总数了一半 不能说是大多数国家 不承认科索沃独立 还有一部分 对于科索沃独立 并没有表态 但所属国家 塞维亚 俄罗斯和我们国家 也就是中国 是坚决不承认的 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 大多数都是西方 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 还有一群惧怕美国 巴结美国的国家 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 对于科索沃独立 不发表任何看法 不说不承认 也不说承认 反正基本上跟我无关 好了 这是俄罗斯不承认 当然很好理解 对吧 然后我国不承认 当然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后面有个台湾 还有香港 好了 那说科索沃 我再给大家看几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这图片 你看看这国旗 这国旗 这就科索沃 你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你认为是在欧洲 某一个国家 还是以为是在美国呢 从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对科索沃 施加什么多大的影响 我想通过这张照片 大家一模了然 我就不必要再说了 好了 我们拉近一点 就图片 好了 我们看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各种文字 我来说说吧 这估计就是说 感谢你美国 感谢你欧盟的意思 你看这里还有 科索沃的独立 感谢奥地利 可能奥地利也使了很大力气 这里你看还有 Kossova Independent Thank you NATO 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思 就是NATO 就是感谢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它是一个军事组织 大家可能知道 也就是说 这科索沃的独立 就是这个方面的势力 在后面的支持 如果是刚 就是依靠科索沃几百万人 好像几百万还是几十万 我等一下我看看 搜一搜 从这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科索沃的独立 就是西方这些国家 在后面操作 不可能 像 科索沃自己 只有180万人口的一个地区 他不可能自己独立 绝对就是 后面西方阵营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他的图片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这张前面最大的红色国旗 其实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国旗 你看阿尔巴尼亚的 欧盟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美国的 奥地利的国旗 都在这里 很有意思 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其实跟原来那张有大同小异 只不过 这张图片 可以把它 可以看看 拉下来一点 就明白了 他估计是在科索沃的某个地方 或者是西方某个国家的场所拍摄的 自己我不知道 反正从这图片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后面到底有影响力的 那些势力到底是哪些 而不是科索沃本国 自己180万人口 好了 这是得到西方 100%支持的一个独立运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看看西班牙中央政府是怎么对待 加泰罗尼亚的 投票所内民众站立楼梯间 不让警察进入 但警方随即开始掩任楼梯抓人 不识对不服从的民众 拳打脚踢 场面一片混乱 跟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一号举办独立公投 中央政府为了阻止民众投票 出动大批证报警察封锁投票所 而双方也在多处发生肢体冲突 加泰当局表示有超过800人受伤 官员表示 这次公投投票率虽然只有42.3% 但有九成民众支持独立 自治区主席普一格蒙特表示 加泰罗尼亚已经赢得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 他会在接下来几天将结果送交自治议会 而始言阻止公投的西班牙总理拉霍伊 则表示 加泰罗尼亚没有办成独立公投 而当记者提问警察是否有暴力执法的情形时 他也出身力挺 表示警方是在法律规范下完成任务 同时呼吁自治政府认清事实 不要再顽强抵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省独立公投 独立公投之后 它的结果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了 西班牙中央政府把加泰罗尼亚省独立公投定性为 违宪违法 他的领导人都被通缉了 现在还在比利时居住 不敢回去 比利时也没有交回去 所以现在还相当于现在在流亡海外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加泰罗尼亚的公投 它的得票率是92%以上 它是赞成独立的 绝大多数 那个92% 赞成独立 但是你看绝对多数赞成独立 但是民主国家西班牙 那么各个方面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看看国内也就西班牙国内的意思 西班牙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 并宣布不承认独立公投结果 然后他已经全面接管了 你看西班牙政府宣布终止加泰罗尼亚自治权 也有收回自治权 并且调动军队进行镇压 镇压 OK 我们再看看外国官方的反应 首先第一大国 美国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表示 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是 西班牙的一个内部问题 内部问题 OK 所以美国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 应该是反对的多 OK 法国 他也说是西班牙的一个内部问题 没有具体说明是否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 德国 他说对西班牙的稳定感兴趣 包括西班牙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 都得到尊重 也就是他是反对的 好了 我们再看看塞尔维亚 谴责欧盟及西方其他国家在对待 科斯沃问题上和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双重标准 每个塞尾亚公民都有一个问题 想问欧盟 为什么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 就是不合法的 但是科斯沃独立公投 就没有被你们支持 但科斯沃独立公投 连公投都没有 就被你们支持了 连独立公投都没有 就被你们支持独立了 中国 当然是加泰罗尼亚问题是西班牙内部事务 相信西班牙政府能够处理有关的问题 保持国家团结统一和繁荣 这很明显中国是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的 欧盟的 我们再看看欧盟的意见 欧盟他说 特伯斯荣克 他表示 他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荣克表示 欧盟将遵循 将遵循被尊重西班牙宪法法院和议会的裁决 很明显了 他是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的 也就是是非法的 加泰罗尼亚公投 是非法的 欧盟将尊重去选择 不通 不过加泰罗尼亚在表决后的第二天 不能自动成为欧盟成员国 也就是我欧盟不承认你 你也没办法 是吧 欧盟理事会也说了 必须全面遵守宪法 这个宪法肯定就是西班牙宪法 西班牙宪法已经规定了 独立是非法的 也就是他也说了是非法 好了 你看联合国 联合国 你们台独人不是一天到晚是想加入联合国吗 联合国也发表意见了 他认为加泰罗尼亚不能援引自决原则 因为他不属于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 明显了吧 联合国也是反对的 哎呀 啰啰嗦嗦就讲那么多 我就想告诉你们 其实这统独跟所谓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的关系 完全是国家的利益考量 OK 西班牙也是考虑他国家利益 所以他是把这个公投独立公投非法化 那中国肯定也一样 你独立公投或是你实质性的独立运动之后 你实质性的独立步伐迈出之后 肯定中央政府会有严厉的措施 这点我敢肯定 我特别相信中国政府有实力有能力去那么做 而且我可以肯定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反对台湾独立的 还有我想说的就是你们台湾政治人物说话像放屁一样 记得当时韩国瑜去大陆四个城市访问是香港 深圳 澳门 还有厦门 厦门最后一站 他总是说他是接受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 对吧 他认同一国两制的 但是现在他怎么说 他现在要选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了 他怎么说呢 为了就民粹 他为了得到选票 他怎么高喊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 还大言不惭的说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从我的尸体上面爬过去 讲得很露骨了 他就是见风使舵 所以台湾的领导人不值得任何的相信 完全是台不是台独就是独台 韩国瑜说 他说台湾朋友 好多台湾朋友都关心香港 这关心要打引号 民进党的关心绝对是后面提供资金搞乱香港 这个不用旨意 因为他们想跟港独抱团取暖 然后说韩国瑜说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就今日香港是一国两制 那就轮到明日台湾一国两制了 我们不要 那么意思就说 我们大陆可以这样说 你不要一国两制好 那就一国一制 今后我特别赞成是一国一制 而不是一国两制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大中国的国民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你台湾就有特别的权利 为什么要比大陆人高人一等 你为什么香港要比大陆人高人一等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40年之后 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们大陆人也应该反对一国一 一国两制 应该要一国一制 我是只赞同一国一制 没有任何特权 每个省的 每个城市的人都一样 可以说韩国瑜他的 那个还是挺 可以说韩国瑜是非常能够煽动民意的 你听到演讲有一种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 他说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 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 如果是那就overmet dead body 如果是那就从我的身体踏过去 我就是不同意一国两制 你看他就把这台湾 这名义中煽动起来 看看到时他能不能够当选吧 当选以后再说 也许轮不到当选到时可能就武统台湾了 好的 那今天我讲的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就在下面留言 也请你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动动你的小手 点击一下右边那个小铃铛 我发表了新的视频之后 你就知道了 我今天发的这个 并不是说要煽动两岸的仇恨 我只想告诉大家 西方国家 虽然他们所谓的说民主民主民主怎么样 但是遇到独立运动的时候 对待他们就有双标了 比如说对待科索沃 还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欧洲的地区 但是西方国家态度完全不一样 完全双标 这正好地证明了 其实他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从自己自身考虑 而采取双重标准 根本就无所谓 也不脸红 就没有底线 好了 那就这样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